《一個屋簷下》這個歌 真的太厲害了 非常的強 最後我聽起來很舒服 就是感覺充滿青春活力這樣子 《一個屋簷下》 讚啊 我家的屋簷下 有個最愛唱歌的 就是黃子教 謝謝台視給他這個機會 唱了《一個屋簷下》的主題曲 希望大家都來看這齣好戲 也來聽聽他唱的主題曲 《一個屋簷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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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厲害了 《一個屋簷下》 這是我聽第二遍 沒想到焦哥可以唱這樣的歌曲 然後這個製作人很厲害 他把它的Bellas 擺得非常好的一個恰當的位置 然後音樂很溫暖的包住焦哥的聲音 然後後面的和聲也很大 然後就聽起來非常的舒服 然後重點是 焦哥竟然唱主題曲 一個台視八點檔 《一個屋簷下》的主題曲 然後我覺得非常好聽 然後當然重點是 他的製作團隊 非常的強 非常好聽 哦 我說歌手交啊 哎呦 又出新歌啦 我只能說你作品真的是一個接一個 我聽完你的歌之後呢 我真心覺得 你們可以組一個少男團體 少男團體 就是感覺充滿青春活力這樣子 然後歌詞的音樂也非常的溫暖 所以呢 非常的為你開心 也期待你們這首歌可以大受歡迎 哈囉 大家好 我是蕭黃琦 聽完焦哥的一個屋簷下的首歌呢 讓人感覺暖暖的 充滿著一種正能量的一首歌 我們大家都經歷過現在的這個疫情 而且我們也勇敢的去面對它 然後一起努力的堅持著守護著 所以我希望這樣的一首歌 非常溫暖的一首歌呢 可以帶給更多人們希望跟未來 大家在同一個屋簷下 我想用這樣的彼此加油的心去為彼此打氣 希望大家跟我一樣 都會喜歡 焦哥的這首 一個屋簷下 也希望這首歌能夠 得到更多朋友的支持 就是更不必的 焦哥 一個屋簷下 讚啦 我剛剛聽到了 焦哥的最新唱的一首單曲是 一個屋簷下 那焦哥這首歌其實我們覺得 我以為焦哥會來一段饒舌 我剛剛聽到這首歌的時候 本來有衝揮行 我覺得我也想像我在騎著摩托車 舒服啊 然後沒有戴著安全帽的那個年代 不用戴安全帽的年代 對 就是 流浪 對 然後在吉島上冒險的感覺 對 對 然後一路騎車騎到台東基頓的那種感覺 爽爽 爽爽 而且 然後再把摩托運到環宇區 對 的那種感覺 以上說的都是我們接下來的 一些計畫 就是我們九一即將 吉島上冒險 對 這位剛剛聽到你的音樂 我們非常喜歡 就是有一種 呃 很輕快 然後會帶給人 很開心 而且很開心聽你出來唱歌 就是會聽起來很舒服 請焦哥來唱這個歌太適合了 因為他就是他的唱法 跟他的聲線 我覺得他就是把這個歌唱的情緒很濃 然後很有故事性 然後就覺得焦哥真的太厲害 他到底要把自己逼到多嗎 就是本身已經是一個厲害的主持人 當你是發片的歌手 現在呢 又跨界唱了電視劇的主題曲 媽 也要變成 這首歌真的很讚喔 焦哥加油 一個屋簷下加油 11月8號起 每週一到週五晚上8點 台視8點檔 一個屋簷下必看